第二个问题是你问的是说 是不是一定要吃药打胰岛素 才能够控制血糖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二 礼拜二才来了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其实是一个多月以前 就是五月初才被诊断了糖尿病 然后一诊断了糖尿病的时候 他的空腹血糖是281 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是前天才发生的事情 281 然后他就去医院 然后医生就开药给他吃 然后他就赶快去爬闻 说有没有其他糖尿病的解决方案 然后就爬到我的文章 然后他就试了我的饮食法 然后他其实礼拜二来的时候 只是想拿我在网络上分享 那个血糖记录的方式 因为我讲过七段血糖 我说你每天记录餐前餐后 餐前餐后 测三餐家睡前的血糖 把饮食的方法写下来 吃了什么东西写下来 你就会知道 吃了什么东西血糖会高 他只是来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讲的是对的 就是从他开始用我的饮食法 开始找他适当的食物 从281 一路下降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是5月15号 才开始吃药 然后前几天来看我说 才6月2号 他的血糖就从281降到80几 所以他就问我说 那个药还要不要再吃 我说你可以回去试试看 如果你光用食物就可以控制好 不一定要吃药 但是因为你现在用的药 其实并没有很重 如果要用一颗药来保护也OK 所以这个是吃药的病人 那我要讲的是说 像这么这种初发生的糖尿病 很快的调整饮食 其实很快就会见效 而如果他饮食都做得好 将来他可以不见得 不见得会恶化到 或者会演化到需要吃药 也就是他的胰岛功能 如果都维持住 第二个要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关于糖尿病 是不是一定要打胰岛酥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 大家常常问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糖尿病的原因 就是因为胰岛酥不够 其实很多的论文在开宗明义写 第二型糖尿病 我不是讲第一型 第一型我们都知道 是胰岛受到免疫的破坏 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 其实传统上会认为是 胰岛功能略微不足 或者胰岛素的品质不良 后来当然有人讲到 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 在一般跟病人解释的时候 一般的诊所医生 来跟病人解释的时候 你就要少去谈胰岛素阻抗 因为这个概念不容易理解 反而就会容易跟你讲说 你胰岛素不够 不够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你的品质不好 所以它的绝对的功能不够 第二个是你的量不够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 就很容易导引到说 那你的治疗方式 最好就要用胰岛素 那我最近实际上就有一个病人 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就来问我说 他最近血糖越控制越差 那他的胰岛素越加越多 而且加的速度非常的快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之内 从一开始打10单位 现在增加到30个单位 可是血糖还越来越差 我说你刚好走了相反的路 我说我先帮你检查一下 结果一检查完之后 他的胰岛素制造的还非常的多 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你是因为胰岛素阻抗 而不是因为胰岛素不阻 而你的阻抗会因为你打胰岛素 会变得更严重 也就是胰岛素本身 会恶化胰岛素阻抗 你的胰岛素变得更加功能退化 所以更好的做法是应该用饮食来控制 也就是跟他 我就跟他讲食物跟血糖的关系 一样所以刚刚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说胰岛素 糖尿病病人是不是一定需要打胰岛素 要看你的状态 其实我曾经在网路上也分享过说 糖尿病病人我们现在讲二型糖尿病 好像一个笼子 把所有的成年人的糖尿病都叫做二型糖尿病 可是二型糖尿病病人里面你仔细细分才知道 他其实有胰岛素阻抗极高的 但是胰岛素功能正常 第二个是胰岛素很高 但是胰岛素的功能缺损 第三种人是比较老的那种人 就是好像很多老年人到了末期之后 他的胰岛真的开始退化 那一种人当他的胰岛功能退化到一个程度 胰岛素开始不够的时候 这种人才需要打胰岛素 那么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人 大概有机会或没有机会离开胰岛素 大概从他的胖瘦 越瘦的大概越难离开胰岛素 对 胰岛素本身它就是一个 让脂肪可以储存的耳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患者 如果本身是一个很瘦的人 那他大概胰岛素的功能就变得比较差 等到他需要打胰岛素的时候 他即使用211只可能减少胰岛素的用量 可能无法离开 但是我对于比较胖的患者 大概都很有把握 尤其是经过我检查 发现他胰岛还有功能的 大概他都可以脱离胰岛素 我讲说我第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是一个我跟着我10年的病人 从2010年就跟着我的病人 那也是从2019年开始 我跟他讲这个逆转糖尿病的概念之后 他从原来打24单位的胰岛素 还打另外一个这个真剂叫做胰岛善 然后吃了三种的口服药 到后来到现在 他总共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完全脱离胰岛素 完全脱离胰岛善 然后最后只吃一颗降血糖的药再维持 但是刚才呢 宋医师有提到一个我觉得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患者有时候他真的不知道 他说到底他是不是 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通常我都会绕到病人的背后 去看一下他的脖子 那脖子那边如果黑黑的一道 那很多人 甚至很多年轻的孩子 比较胖的孩子 就会有很明显的 这个胰岛素阻抗的现象 常常会以为是洗不干净 可是明明他怎么洗都不会退色 那这就是一个 胰岛素阻抗的一个皮肤的变化 这个在当初胰岛素阻抗这个名词提出来 或者说这个观念提出来 作为慢性病的激转的那个糖尿病大师 叫做Dr.Riven雷文 台湾翻译成为雷文教授 他在1988年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演讲 就是讲什么的X症候群 后来被翻译成为 后来被演绎为代谢症候群 他的理论呢就是说 这些疾病慢性病 包括糖尿病 包括肥胖症 包括高血压 包括动漫硬化 他的背后都是胰岛素阻抗 那胰岛素阻抗的病人 都会有胰岛素过高的现象 他有一篇文章 一篇论文专门在讲一件事情说 胰岛素阻抗与高胰岛素血症 他说You can'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你有胰岛素阻抗的人 一定同时有高胰岛素症 所以胰岛素是一个很奇怪的荷尔蒙 他平常是我们需要的荷尔蒙 他需要作为储存 但是当他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容易在腰部堆积脂肪 所以胰岛素阻抗的人 胖的人就会 如果说腰围变厚的人 就有可能在胰岛素上的分泌 就是可能要注意了 对 所以我会这么讲说 一个第二个简单的外观上面 来判断你是不是有胰岛素阻抗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腰围除上身高 如果大于0.5 也就是腰围是你身高的一半以上 大概你就是有胰岛素阻抗 这个大概可以用外观来测定 那接下来我碰到我这样的病人的时候 我就会安排一个抽血的检查 就专门来检测胰岛素的阻抗 那现在有一些血液检查的方法 实际上是可以评估胰岛素的